到底什么算是投资入门 我们应该关注什么 这就今天的话题 最近世界杯足球赛暴冷不断 先是沙特击败了阿根廷 紧接着日本又战胜了德国 于是有不少球迷调侃 干脆和日本沙特争夺冠军算了 我想几乎很少有球迷 甚至是资深的球迷 都无法猜到这两场比赛的结果 让我联想到了资本市场 就在前不久 我的偶像霍华德马克思 11月的投资备忘录也更新了 读过之后更是体会很深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感触 还记得2014年 当我第一次真正关注资本市场的时候 我最大的好奇就是 明天股票到底是涨还是跌 我相信99%的股民 应该跟我关注的一样 由于有时差的缘故 我早上一大早就被迫起床 脸不洗牙不刷 拿起手机 睡眼惺忪的盯着手机屏幕 看着一个个跳动的股票价格 就这样 我坚持了一个月 最后果断放弃了 一是实在起不来 二是太影响心情 因为结果在我看来完全是随机的 毫无规律可循 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特别关注财经新闻 国内外各种财经资讯 我都拼命收集 可是令我郁闷的是 我真的不知道 一件事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 一家公司业绩出来了 增长的都不错 结果股价却大跌 相反 有的公司业绩不怎么样 甚至明显有行业利空的新闻出现 但是股价却连闯新高 所以那段时间让我极为怀疑人生 最近阅读了像素资本大佬 霍华德马克思的最新投资备忘录 让我颇为感慨 如果我刚学投资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这篇文章 或许我会少走很多弯录 他这次提到的是 我们绝大多数散户都搞错的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对投资才是重要的 查理盲哥曾经说过 倒过来想 一切总要倒过来想 霍华德也是如此 他先分析了哪些是对投资不重要的事情 他告诉我们 短期事件不重要 停 怎么不重要呢 这不是胡扯吗 我想大家一定非常关心 美联储何时加息 通胀何时结束 经济衰退会持续多久 深度会有多深 知道这些信息 当然对我们的投资决策有影响 怎么能说短期事件不重要呢 问题来了 记得巴菲特之前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老人家说 要想搞好投资 要把精力放在重要且可知的事情上 以上这些确实重要 但是他们不可知 什么 你说不可知 那为什么常常看到新闻 某某专家预测某个事件 对公司有什么影响 某某专家预测央行的货币政策 是啊 我也有疑问 为什么他们要去做预测呢 既然不靠谱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有需求 而且市场需求旺盛 咱们大家可以注意观察 只要有什么财经论坛 一定会有人问大佬这种问题 您觉得未来经济走势会如何 货币政策会如何变化 我们何时可以走出衰退 等等诸如此类的 华华德的解释也很明确 他强调 首先没有人可以长期预测对 或者说他做了一辈子投资 也没见过这种人 他说预测通常情况就是推断 而推断往往是趋势的延续 一般都是对的 比如经济好的时候 专家预测都是经济会持续向好 这话等于没说 没什么价值 但是有价值的预测 是趋势的偏移 比如在经济好的时候 预测即将衰退 这是有价值的 但是却很难预测 就像2008年的次贷危机 有多少人成功预测了呢 再有 即使预测对了 接下来更重要的是 短期事件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 不是事件本身决定的 而是大众对事件的反应 而大众的反应 取决于事件本身的结果 和大众预期之间的差距 也就是说 你首先要对事件做预测 然后接着 要对大众的预期做预测 而大众的预期又跟此时此刻的市场情绪有关 而情绪的变化是难以预测的 所以大家看 原来我们散户过分关注的其实都是短期事件 而这些热点短期事件反而是毫无价值的 再有 他还提到另一个不重要 那就是交易思维 他说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把股票和债券 作为拥有的资产来看待 只当成了交易的工具 我们买的目的并不是拥有 而是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别人 关于这点我深有体会 我在想有多少公司 我就是抱着买了过后高价卖出这种思维而投资的 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四年前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 我买了很多的世界杯官方纪念币 我并不是想拥有它们 我就是想找个合适的时机高价卖出 结果价格一跌再跌 最后我也不打算卖了 打算装定起来挂在墙上 让我一辈子记住这种愚蠢 接着他还提到了公司的短期表现 其实不重要 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特别关注一家公司的短期表现 我们常常喜欢看的文章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公司 走下神坛 一夜之间怎么怎么样 其实公司的护城河的建立 没有太多的一夜之间 再优秀的公司 也会有一段时间表现不佳 再烂的公司 也会有一段时间业绩强劲 所以如果我们过分关注短期表现 其实会错过很多长期来看 很有竞争优势的公司 就好像如果你是个球员想去海外深造 不太会因为日本击败了德国 就选择去日本 当然尽管日本足球近年来 的确进步很大 这是不争的事实 或许我这个例子举的并不恰当 不过大家应该懂得我是什么意思 再往后 他又提到了波动性 他说波动性其实也不重要 什么 波动性不重要 如果不重要 那传说中的高抛低息呢 不是各路股评 人人嘴里都会时不时 蹦出什么做波段 高抛低息吗 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是 如果一个人真的可以做波段 那只研究一只股票就好了 研究透了反复做波段 在利用市场上提供的金融工具 很短时间内 就能成世界首富了 还有最常见的一个认识 就是高波动代表高风险 这样我们大家都在寻求低波动性 但是低波动性并不是免费的 会让我们付出很多代价 大家也都知道 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大资产类别 股票房产黄金债券中 股票长期的收益是最高的 但是为什么人们在股票上赚不到钱 我觉得画一个图 我们就理解了 如果从A到B的收益是这样的 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挣到钱 但是如果从A到B是这样的 那么挣钱的人就少了很多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复杂的 不过这也正是我们各位要弄懂的东西 这张图你懂得越深越透 越不认同波动是风险 越能利用波动赚钱 我觉得最基本的前提是 我们用闲钱投资 拒绝加杠杆 要有应对波动的承受能力 波动并不是风险 我们要理解这句话 最后他又提到了 我们都喜欢过度交易 这又是一个无区 大家一般都会认为在投资中 你不要闲着 做的越多越好 我之前还看过一个统计报告 显示散户平均股票持有期少于6个月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非常喜欢交易 大部分都在过度交易 我自己也特别有感触 之前我曾经做过实验 结果显示操作的频率跟收益成反比 交易越多 收益越低 经过多年被市场教训 我的感触很深 要想做好投资 就不要随便拿着机枪去冲锋陷阵 而要躲在一个角落里 做一个安静的狙击手 捉了这么多不重要 那么到底哪些是重要的呢 按照芒格的观点 那剩下的就是重要的啊 比如 多研究一下公司所在的行业 学会如何分析一下公司 研究什么是好的生意 什么又是烂生意 我记得在疫情期间 就有一个朋友 跟我提到了某个熟人的创业项目 在所在城市的市中心 最繁华的商业街的餐饮项目 简单一分析 我就觉得这个项目的风险远大于收益 这里倒不仅仅是疫情的因素 因为所在地早就没有什么疫情管理了 只是通过所学的知识 对项目以及行业 进行简单分析过后 就会觉得这个项目毫无忽成何 租金高昂 有重资产 完全与经营创业这四个字背道而驰 犯错的空间完全没有 成功的概率极低 果不其然 半年之后项目失败 暗淡收成 应该说只有认识到 并且摒弃那些不重要的事情 以及干扰我们的信息 并且专注到具体的行业分析 公司分析的时候 我们才算是真正的进步 才算是对投资真的入门了 好的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不想超过我这个老酒菜干货的朋友们 请订阅转发分享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